台湾的好味道除了刚刚为您介绍仙草兵之外 还有像姜母鸭 麻油鸡 这些都是冬天大家很喜欢的 但是提醒你冬天很多人感冒 感冒的时候千万不要吃 尤其是他不能跟感冒药一块吃 医生提醒你中药里面像当归丫 穿虫 这些药物都有活血的效果 而西药里面阿斯匹林 普拿藤 有抗凝血的作用 两个一块吃下去的话 惨了药效过量 增长病毒的活力 感冒就好不了 如果真的要吃的话 至少要间隔两个小时 今天的晚爆蜂蜜故事 热乎乎的姜母鸭 天冷时来一锅暖暖身 不感冒的人就要当心 感冒只有驱寒的效果 吃那姜母鸭或者是一些羊肉乳之类的 就是听说会太滋补 然后感冒就会不太会好 根据中医观点 感冒状态下身体已经感染发烟 如果再吃姜母鸭 羊肉乳 麻油鸡来进补 恐怕更会助长发烟 感冒在发烧 那这一蹭下去就会让我们身体 那种说的比较俗话一点 就是说除了你自己补上来 你会把你的病毒补上来 不仅如此 坊间进补料理多用中药材 包括当归穿穷都有活血效果 若再配上感冒药 普拿藤 阿斯匹林一起吃 药物间的交互作用 恐造成药剂过量 可能引发心跳加速 手抖甚至粘膜出血 医师建议感冒民众吃了滋补料理 至少得间隔两小时再吃感冒药 避免中西药重家 药效过量 别进步不成 反倒增长病毒 记者刘亮和邵日敏 台北采访报道